大家好,我是Jacqueline 很久沒見過大海了 所以趁著好天,我們就和朋友一起來到Southampton這邊玩一天 Southampton是英國南部的一個海港 它的位置是在倫敦的西南邊 近年在碼頭附近都有不少新的建築 這個城市由1066年開始就和法國南部的海港有緊密的交流 Southampton在Urban Area的人口大概是94萬左右 是一個比 Reading 更大的城市 由 Reading 開車到Southampton大概是一個小時左右 全程都是以高速公路為主 所以其實開車到南部很方便 大家現在看到的這裏就是Southampton市中心的商業步行街 在步行街的兩旁有很多店舖和銀行 我看人流方面比起 Reading 多很多 Southampton是由很多區組成的 而它亦分了很多不同的景區 從資料看的 在Southampton市中心的位置 治安方面會比 Reading 差一點 不過除了市中心的位置之外 Southampton其實還有很多其他區 比如好像 West End 這個區在Southampton的東北邊 跟Southampton市內的治安比較 這個地區的治安會比較好 另一個區就是Southampton的西北邊 Romsey 它的整體治安方面跟West End差不多 除了這兩個區之外 而且亦有治安和校網都不錯 有香港人居住的區 叫做 Chandler's Fort 它的位置是在Southampton的北邊 整體治安方面會比起剛才那兩個區 略為再好一點 而如果將它和 Reading 做比較的話 其實就不是相差太遠 而在這個區內也有不少 Good 和 Outstanding 的中小學 所以聽聞也有不少香港人居住 所以聽聞也有不少香港人居住 剛才我們提及過這三個區 的樓價都會比起 Reading 便宜 以一個三房單位為例 價錢是34萬磅 另外如果有 West End的話 價錢34萬磅 都是可以買到一個三房單位 而至於租盤方面 價錢同樣地都會比起 Reading 便宜 如果以剛才那三個區為例 租一個三房單位 就大概是1400磅左右 現在看到的這個就是1450磅一個月 另外這間 Semi Detached 三房單位的租金 就是1500磅一個月 如果要在 Reading 租都是比較好的區 的話 三房單位現在差不多要去到1700磅以上 剛才提及過的這三個區 其實要回到 Southernton 市中心 開車是很快的 只需要15至18分鐘左右 就可以回到市中心的位置 Reading 這邊沒有茶樓 所以我們很久都沒有喝茶了 如果大家離開 Southernton 的時候 都可以來這間金漢宮喝茶 快點進去看看有什麼吃 進去金漢宮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覺得 好像回到小時候 跟家人喝茶的時候 就是這裡的裝修 還要播放廣東話歌 還有所有的視影都跟你說廣東話 那個感覺真的很棒 再看看有什麼食物 蝦餃燒賣叉燒包 不少的 還有這個 雞撻 叉燒酥 蛋撻仔 還有菠蘿包 奶黃菠蘿包 還有桌仔包 我們跟朋友都很久沒有喝過茶了 所以我們那天叫到整桌都是點心 首先就是吃了蛋撻 叉燒酥 春捲 那些 然後又吃了蝦腸 炸糧 牛肉腸 那些 炸糧我覺得真的特別出色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吃炸糧 而且裡面的油炸粿 還是脆脆的 非常之好 然後不少的當然是蒸的點心 蝦餃 燒賣 金錢肚 牛扒葉 叉燒包 我們全部都點了 當中我們覺得最出色的就是蝦餃 燒賣也可以 但牛扒葉和金錢肚的味道 吃飽之後 我們就去了West Key Shopping Center 那邊逛逛 順便消耗一下卡路里 這個Shopping Center 感覺上也挺新 和挺大 我們覺得 比起 Redding的Oracle 還要大一點 附近還有這個Showcase的戲院 而這個就是West Key Shopping Center的外貌 停車場也挺多 所以無論是來這個Shopping 或者在外面逛街都很方便 而且停車場還很便宜 就算拍四個小時以上 都是五磅 便宜過Redding的Oracle 而且這個Center 一邊就是餐廳 一邊就是Shopping 購買完之後 我們就走出來HIGH STREET HIGH STREET 這裡就有這個BARGATE的歷史遺物 都挺特別的 然後沿著這個HIGH STREET 走回去 我們還去這個HAPPY LEMON 喝珍珠奶茶 這間HAPPY LEMON的款式也很多 除了我們一向都喜歡喝的珍珠奶茶之外 還有岩鹽芝士 YOUGURT 水果茶 那些都可以選擇 不知道哪一款就是你們的心水呢? HAPPY LEMON HAPPY LEMON 旁邊還有這個台灣炸雞扒店 喝了 喝完之後 我們就開車去海邊看日落 disposition 2m 也許 蛍 煎 1m 可 1m 2m 2m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